Hello 大家好 ReyoPanです 最新一期的超激戰意告已經來了 真是真是 竟然不是海外大樓所預測給出情報的Begita Baby 說好的Begita Baby呢 竟然會是這一張 SuperBegita 超激打 我讓你那惡性的笑容消失 這就是Begita在第一次遇到第二形態的賽路 所說的話 完全就是超級Begita了 這個怎樣看都是 而且這形象就是這個畫面 就在漫畫裡面也是找得到的 就是他初出變成了那個超級Begita 超級大兒子的時候 就是這個風格的畫風 WOW 怎麼辦 也太 也太出人意料了吧 這個官方 也太會玩了吧 WOW 老實說 按照往年的慣例 7月尾8月頭這個卡池 幾乎都是跟全球活動是做一個相關的聯繫的 而這一輪 應該是為了配合激鬥Begita賺 推出 而直接推出的這一張Begita 這樣的話 就 讓整個全球活動的主題 有點樸數迷離了有沒有 因為 完全就是讓人想像不到啊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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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 這個馬上 讓人家說 腦海中的畫面就來了吧 你是薏到二吧 難道不是嗎 書 我 zak 我 zak 我 zak Fu hija WOW 這個應該會造成 它主動技吧 чув 這麼經典的台詞 一定要造成主動技等牌 入獎 真的 是想不到 然后以Super Begeta来说 游戏中目前就有三张嘛 首先就是这一个自属的Super Begeta 就是他刚刚变成超级达尔的时候 就直接这一个算是蛮经典的一幕啦 就是剃了那个第二形态萨鲁一角 真的是很棒 可是这边的话这一招必杂动画已经用过了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新的Begeta应该 应该会用那个Final Flash啊 那个终极三观 就是他不是让那个赛鲁 赛鲁吸收18号变成完全体了吧 然后爆气之后的Begeta 就发了一个终极三观 应该是用那边 如果是用那一段的话 应该是会非常非常high 他的那个必杀动画 糟糕耶 如果是Begeta Baby 对我的吸引力是没有这么强 可是超级达尔的话 怎么说呢 这个吸引力简直是强到爆 有没有 我都不知道自己忍不忍得住啦 这一期的那个 我的龙丝啊 OK 这是第一张嘛 然后另外一张嘛 就是这个 免费 免费卡的 当年 2019年 推出的 超级北极达 超级达尔跟超级特兰克斯 不过这一张的话 因为是交替卡 所以就没有很形象啦 他一张就是最古老的 速鼠的这一张 速鼠的这张 北极达 也是用那个 Final Flash 所以 这个Final Flash 应该 可以想象得到啦 他的那个 超high的程度 而且 就通过这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啦 他的连接其实是蛮 蛮给力的 金色战士 战斗民族 超级赛亚人 超级赛亚人 Zek战士 天才 然后一定是 不会有限界突破 然后超级战 只是讲 魂vs魂 这个连接 就不确定 他会不会 跟他继续 按上去的 因为近期推出的角色 可能是说 很久没有出 这个赛鲁 赛鲁片的嘛 所以不确定会不会 按给他 打破的可能就是 用另外一个 如果是 支属的 超级北极大 这边的连接 也有可能是 用这边的连接 这个赛亚人的骄傲 可能会把它给按进去 如果是放这样子的话 也是不错 而且连接是 有到九条连接 很多 然后 出了这张新卡 看他打算怎么安排 我在想 会不会是 纯粹赛亚人攻防 一百七十趟的队长 如果是的话 这个 单单就那队长机啦 就是超级吸引的人 因为目前为止 纯粹赛亚人 只有两张嘛 对长机 比较高爬数的嘛 就是 提鼠的变神达 跟素鼠的蓝神北极大 一个是 一百五 一个是 一百七的血防 然后攻击一百三 都是 不够猛啊 而且本身的 卡 本身自己的 卡的能力 也不够 经验 可是如果 这一期出来的是 我们先不管卡的强度 单单就是 攻防一百七十趟的 纯粹赛亚人的话 你知道 那个强度 可以飙到什么地步 没有 整个 纯粹赛亚人里面 强度超高的卡 是一堆的 而且 又是在全球活动 先推出的卡 那强度 可想而知 一定会是 非常爆表的 哇 这一张 十八百七大 看来就是 会是一张 压榨我们 龙石的卡 忍不忍得住 Mina 我觉得 有一点 难忍哦 原本打算 只是贡献 一个 五十颗龙石的 现在 会不会 会不会被 挖更多出去啊 呀 而且 你看啊 这个十八百七大 然后 再配上 这个一定会复刻的 三一八赛亚人的布罗利 哇 想想就觉得好笑 哈哈哈 呀 这一轮的 嘖 这一个限定 简直 就是出乎 大家的意料啊 超烈超级 赛亚人的力量 炸烈 嘶 哦 都行 情报错误 就算了 结果出了一张 吸引力更强的卡 嗯 不过 他的必杀动画 我是给予很大的期待啦 以及那个主动机 主动机 主动机大概就是 这边 爆气之后 然后 哇 四八百七大 那就够了 基本上 短短这一句台词 就是 可以让人害到爆 哈哈哈 OK吧 也就只能这样子 那官方 真的是很会玩哦 完全就是打了我们出 就是不 不会让我们省龙死就是了 这一张的吸引力 我是个人 对我个人而言啊 比 Vegita Baby还要大 呼 压 压 都行哦 这样的话 诶 昨天 昨天那个视频 相信很多人就是说 为了超市果吉他嘛 像现在 可以 可以 不管 Vegita Baby 这样 超级打耳的话 大家 受得了没有 哈哈哈 我也是有点 有点扛不住的感觉啦 我是有点扛不住的感觉 诶 目前的龙死量才 485 我是打算 想说是可以存到600 进那个全球活动了 现在 有 有一点难度的感觉啦 有一点难度啊 嗯 清暴嘛 大概是明天会推出 因为今天已经是27 然后 看日期表的话 31号是星期六 所以这一次的卡 可能是星期五上 30号 那么明天 明天或后天 就会有情报了 到时候再来看一下它的能力 以及必殺动画啦 大家就一起期待吧 哈哈 哈哈哈 现在我就是要稍微烦恼一下的 国际版的话 对 这边稍微提一下啦 国际版大概会出那个 利手的Biterio啦 攻击力炸裂的那张油耗卡 哈哈哈 应该也是会蛮吸引大部分的 那个Biterio的Fans 来抽吧 妈妈妈 就是这样子啦 OK 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帮帮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咋 またね